全球新关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仲玉 这两天全球总金都被一个人搞的是翻天覆雨 就是他 美国联准会的主席鲍尔 一下放歌 一下放音 大家担心到底这一次是升息 快速还是要减缓升息 大家有一点点摸不着头绪 前一天他才说 现在音爪亮出来了 升息的速度跟预定的终点利率 有可能比预期还要来得高 但是他昨天到众议院的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当中 又开始释放出来一些比较软性的讯息 他说评估利率需要更多的数据报告 所以联准会在利率政策当中 没有设定过既定路线 意思就是说 先前不管是大家议测的鹰派声音 或者是鸽派声音 他觉得这都是市场上的议测 他都是根据了经济数据来做最后的决定 所以三分两次带给市场上的惊吓惊喜 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先来看一下鲍尔昨天8号 他到众议院的听证会当中作证 一开始的时候 他先宣读了前一天7号 他到参议院上演讲的稿子 他说今年初整个强劲的就业数据 还有通膨数据 这两个数字看起来 恐怕会使得联准会要加快升息的脚步 而且终点利率有可能会高于原先的预期 也就是说原本大家预期5%这样子的终点利率 有可能会冲破这样的水准 如果冲破水准代表什么 代表他要把更多的资金拉回来收回来 市场紧缩的步调会更严重 所以大家会认为是不是联准会真的要开始在加重升息的步伐 那鲍尔也警告了不可以过早的放松货币政策 大家不要预期联准会在今年就会来降息或者是放慢步调 可是鲍尔昨天的谈话当中确实有一点点放软态度 他说联准会到目前为止根本尚未对未来的升息步伐 做出任何的决定 就是说你们在那里猜什么一码两码到底要升多少 这都是要等待更多的数据报告出来才能够做决定 所以接下来要看一下职位空缺CPI PPI 他们才能够决定未来升息的动向 鲍尔还说联准会在利率政策当中 没有所谓既定政策 没有所谓既定路线 换言之所有的政策行动 其实都是取决于当前我们所看到的经济数据 还有未来的前景所指引的 那当然言下之意就是大家不要在那里猜 觉得他一讲了什么就觉得要升三码 他一讲了就说可能只升一码 他觉得这都是市场的预测 反正按照道理来讲 他们就是按照目前为止 经济数据出来什么 他们来做最新的判断 可是市场上的人相信吗 有华尔街一派的声音认为说 鲍尔应该还是有可能在三月份的决策会议当中升两码 他才会在国会发表鹰派的言论 就说油果导音你会出现什么样的行为表示其实你根本就是有这样想 像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叫做尼克就是他 为什么他叫做联准会的传声筒 因为呢以以往他的报道经验来看 大家觉得他先报道了什么事情 然后联准会好像事后就按照他的预测或者是他的报道来做 所以呢是不是有所谓的传声筒借由他来放出一些消息呢 那他的话是不是可信度相对来讲就能够大为提高 好尼克说了他分析鲍尔的这番话也是暗示大家 联准会越来越没有自信 能够在未来的几年之内 把通膨的目标降回原先2%的目标 又怎么降回去 但是又能够不导致经济衰退 好这是他的结论 他认为鲍尔讲的这番话呢 正正倒倒翻翻覆覆 简单来讲就是联准会是想要把通膨降回2% 但是也要不打击经济 那联准会越来越没有自信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好这是尼克的解读 那华尔街呢也有很多分析师是认同这样的看法的哦 他们认为如果鲍尔根本不想在三月份升两码的话 那他根本就不会提这个选项啊 那如果他提了 那就表示其实他心里是有可能 有这样子打算的 德意志银行也认为 鲍尔对于升息两码的这个可能性 不是只是抱持开放的态度而已 而是很有可能会这么做 摩根大通认为联准会会以最近的数据来作为 接下来决策的依据 但因为一月份哦大部分的数据 但还是偏比较鹰派 比如说三月十号要公布出来二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 再来还有CPI这个14号要公布的CPI数字都会是联准会到底要升一码还是升两码的重要关键催化剂 虽然鲍尔昨天强调哦 还没有针对三月份的利率会议做出任何的决定 不过投资还是会自己来判断哦 这个联准会接下来的动向 所以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前瞻性能够让我们看出答案的一些些的迹象 昨天公布了联准会的合皮书也许是一个参考的依据 联准会呢为什么会推这个合皮书通常都是在联准会的官员要开会之前推出的 那这个合皮书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它是根据12个这个联准银行截至2月27号在各区当中所做出来的资讯 搜集起来之后会整变成这个合皮书 那这个合皮书做好之后呢就会发送给各个委员 当做他们在召开利率会议前两周发布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 那委员因为他们不可能每一周都自己去看嘛 所以呢他们会一个一个把这12个联准银行发布的报告 各地的失业啦就业啦工作情况啦经济情况等等的 全盘的做一个了解之后 他们再来判定到底接下来要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所以合皮书很重要它是一个前瞻性的指引 那这次合皮书里面说到些什么呢 好这次的合皮书里面说啊 美国的经济在年初看起来表现稳定健康 为什么因为消费者支出 还有制造业的活动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而且蓬蓬成长真的有在放缓当中 那经济数据普遍优于预期 比如说一月份公布出来的非农就业人数来到了51.7万人 一月份的失业率降到了54年来的最低水准 创下了54年来的最低哦 而且有小非农之称的这个就业人数增加24.2万人 比市场上预期的要来的高一点点 在在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非常火热 那这也应证了联准会官员所说的 要解决劳动力吃紧的问题 才能够来缓解薪资压力 那这些强劲的数据也增加了联准会激进升息的可能性 不过经济数据的好转的确没有激励到民间的信心 因为呢和皮书接着就说了 因为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 看到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再来虽然通膨稍微降温 可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物价压力还是非常高啊 每一次政府公布什么数据告诉我们通膨有降温 但是我们买蛋买肉买所有的东西 其实觉得物价还是金金涨似乎没有降温的情况 感觉跟民间的这个感受是有一点不同掉的 所以呢从诸多迹上看得出来 整个民生消费者的这个物价指数来讲 信心普遍还是不稳定的 而且呢许多地区薪资都还是在持续的成长 另外还看到了有缺乏有企业说了 现在啊缺乏幼儿的照护服务 人力难回市场也就是说很多人要照顾小朋友啦 或者是在整个所谓的幼儿照护的这个部分呢 他们也许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放心托育的地方 那没有办法放心托育他们的自己顾小孩 那这些人力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回到这个市场 这些都是美国企业为什么觉得未来展望相对悲观的主要原因 不过大部分的企业还是不认为未来的经济状况会有很明显的改善哦 好虽然现在联准会出手了政府出手了 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这么多的问题导致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悲观 这么多问题导致他们认为 未来几个月整个经济的前景很难有大幅的改善 那和皮书这份报告完全体现出来 现在民间对于经济前景悲观的情绪 那在FOMC召开利率会议之前呢 这个决策官员也在密切的关注各地企业的声音 试图在不让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之下 又能够消除物价压力 那除此之外 接下来还有哪些会牵动联准会动向的数据呢 好这个礼拜关注的焦点 第一个这个礼拜五要公布非农数据 二月份的非农数据又出来了 再来下个礼拜非常非常重要 二月份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到底有没有降回来 到底有没有降的快一点 比市场上预期还要来的快 如果没有 如果它的降幅还是非常非常的缓慢 大家又开始要担心了 联准会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要在三月份升粮吗 对此呢巴克莱银行的看法是说 联准会接下来势必会鹰派升息 这个巴克莱是投鹰派升息一票的 因为他认为升息两码的门槛并不高 一码两码其实没有差很多 你说升三码当然一次就跳太高 但是升息两码门槛并不高 只要二月份 我们看到非农就业人数 只要增加20万人以上 而且目前所有预测的数据 几乎都是超过20万人 巴克莱认为这是非常容易触发的条件 很有可能就按照这样的情况来发生了 所以您认为 接下来整个二月份非农就业数据 真的会如此的表现吗 那如此一来 有没有可能让联准会拍板定案 真的在三月份激进升息呢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